沈玉蓉一直都知道晚年怀孕是假的 她是不可能有孩子的 沈玉蓉跟薛芳菲结婚多年 夫妻感情也特别的好 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沈玉蓉的母亲一直都知道 是沈玉蓉的问题 幼年时受伤 已经不可能再有子嗣 所以当是你告知公主怀孕了 沈玉蓉才会表现得这么惊讶 第一句话就是不可能是真 但婉宁说自己很确定 沈玉蓉不可能缺发自己的等处 而她也猜到了 可能是薛芳菲在对付婉宁 沈玉蓉也早就受够了婉宁的控制 相计就计借着怀孕事件 让婉宁嫁给了李锦 可怜的婉宁终究是错付了 还想着跟沈玉蓉白头携手 可沈玉蓉一开始就嫌弃她 压根谈不上什么爱情 婉宁嫁到李家过得并不好 李相国也越发地讨厌这个公主 尤其当婉宁流产 把责任推给李家的时候 双方彻底闹翻了 萧衡和皇上觉得机会来了 一举歼灭成王在京城的势力 婉宁最终还是人为了牺牲品 是个可怜可悲的女子 你们是怎么看待婉宁这个角色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